受祭只有佛才可以做 连菩萨都不可以 所以这是很殊胜的 接下来看三十六院 教化随意愿 那有些众生他悲心很圆满 他到了十地菩萨以后 他就急着不要诸度成佛 他想阿弥陀佛 那超那么一点点 对我来讲没差多少 我看到云云的众生 我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都在六道轮回 有些悲心非常长的人 他会道价慈航先度众生 就是三十六院 除了这个人的本愿 先为一切众生雇 他可以披红侍楷 就是拿一个金刚铠甲一样 道价慈航广度众生 教化一切友情 那他道价慈航的时候 注意听不是只有一个身体来 像镜子一样 太阳光反射 无量的世界都可以画无量一身 每一身都可以现无量的不同的身份 每一身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让他成佛 度他什么呢 看下面三句话 四十五月第三行 揭发信心 修菩提行 行普贤道 请这三个字句话起来 做个记号 西方极乐世界 成愿再来的众生 都做什么呢 第一个 先要对佛法有信心 广义的说 对正法 佛法身三宝有信心 狭义的说 这里的信心是什么 特别对极乐世界法门 要有信心 他会教你的 因为从极乐世界来的人 一定感受到 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 所以他一定也会 他可以视线弘扬南传 北传藏传 但是他一定不会 毁谤极乐净土 因为他自己就是 从极乐世界来的 所以呢 他一定会教化众生 有缘的人呢 求生西方极乐净土 比如说前几天 我有介绍过 虚音老和尚在世也是 禅尽双修啊 广青老和尚也是禅尽双修啊 所以他会教化众生 发广义的说 就是对整个大乘佛法 有坚固的信愿形 狭义的说 这里的信心是专指 对西方极乐世界法门 他会欢喜赞叹 接下来所有的呢 一切的教化的这个 重点里面有无量无边 以大乘佛法来说 以我个人呢 补充的资料来讲 真正学大乘佛法什么 佛法生三宝嘛 接下来你要修三十七道品 六度波罗蜜 还有十地 对不对 六度里面也可以展开 变十度波罗蜜 或十地菩萨法门 这样才是修大乘佛法 那重点是嘛 你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所以这里讲 修菩提心 你要懂得发菩提心度众生 行菩萨道 请做一个记号 是阿弥陀佛因地里面 也念菩萨行愿品 菩萨十大愿 菩萨十大愿是过去 现在未来诸佛 要成佛的最后一科学科 都一定修菩萨十大愿的 所以你终于知道 我从2003年 一直到新加坡 苦口婆心每一次讲 劝你念菩萨行愿品 菩萨行愿品 因为连阿弥陀佛本身 发愿里面都是 行菩萨道 在西藏 菩提家也大法会 所有的拉玛念的十万遍 就是菩萨行愿品的藏文本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好好用功吧 当然这几天 我会课见了很多人 也很多人也写了信说 师父啊 你大慈大悲 敏敬声 敏众声 希望你要常常来新加坡 普照 普照 我们都很想念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要念菩萨行愿品啊 我苦口婆心劝你 听得很欢喜 这边听完那边就出去 对不对 录影带看完就送别人 最后呢 我觉得太可惜了吧 其实我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法师 全世界都有很多法师弘扬 但是你又真的要欢喜心 真的跟我有缘的话 你念菩萨行愿品 就一定会跟我有缘 而且菩萨行愿品 绝对可以帮你 往生极乐世界 菩萨行愿品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简单讲有三个功德 我再重复一下 第一 灿处无量节的重罪 华言经 经中之瓦 所以我也很高兴 不是我个人的力量 我观察到三五年这年 新加坡这三五年 很多寺庙都送华言经 法华经 我非常的高兴 不是我的力量 是佛光骗照新加坡 大家很有福报 第二个 会发广大的怨心 因为普贤十大怨 就在家出家 男众女众 都会发广大的怨心 连阿弥陀佛要成佛的时候 也是修普贤十大怨的 任何一尊佛 最后要成佛 重重无尽的功德 就要修普贤十大怨 所以普贤王如来 是一切如来 有长子 齐鸣 齐鸣 浩月 普贤尊 对不对 第三个念普贤行愿品 一定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在经文里讲 灵命中的时候 普贤大怨一定送你 一往生的时候 会看到阿弥陀佛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对不对 在经文里面只是举例说 所以文殊菩萨 华言三圣也在西方净土 观音菩萨代表大悲心 弥勒菩萨代表慈悲心 所以慈心跟悲心的两个大菩萨 也在西方净土 其实弥勒菩萨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他也在兜率内院 他的本尊是在兜率内院 十方佛国土 他都有无叉不现身 耀师佛的净土 也有弥勒菩萨 但问题是什么 你去得了极乐世界吗 假如你去得了的话 那每一天早上 聘贡诸佛院的时候 所有的佛国土 你都能去的 可是呢 其他的佛 没有发过聘贡诸佛院 所以药师佛也没有发 观音也没有 十二大院里面 也没有聘贡诸佛 所以你知道 阿弥陀佛真的太厉害了 所有的优点 都被他发光了 所以叫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以连释迦牟尼佛 跟十方诸佛 都会苦口婆心赞叹 阿弥陀佛的 佛跟佛之间是无我 他不会吃醋的 我前几天讲 对不对 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就吃醋吗 要是佛不高兴吗 这些都是你的妄想 这叫凡夫见 用凡夫心 去解释佛的境界 所以这三句话很重要 他道架此行 教众生 教什么呢 这三句话 一 发大乘的信愿行 西方净土的信愿行 第二 发菩提心 行普 行 菩提 发菩提心 修菩提心 行普贤道 当然他也修六度波罗密 跟十大愿王 那接下来再看经文 有些众生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邓道一生补处菩萨以后 他就可以到其他佛国土 看下面的经文 四十五页第三行 后面 虽然生到他方世界 而且永远会离开 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也就是说极乐世界 回来的菩萨 绝对是不会堕入三恶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功德力 他的愿力 除非他到三恶道 去度众生 他自己的功德力 是不会堕落三恶道 那他成愿再来的时候 有很多方法 无量无边 阿弥陀佛简单地说 有些是或要说法 或要听法 或献神主 有些成愿再来的时候 会做讲经说法的法师 有些呢会做呢 专门听法的护法居士 所以护法居士里 不要小看 也有极乐世界来的 这里或要听法 或献神主 这里的神通 他是严守戒定会的 而不是假的 这里的神通 有两个意义 一 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他 他会显现神通 第二个 他自己修的戒定会 也会显现神通 传统上 从声闻律义来讲呢 假如你不是一个证悟的人 佛是不准在家或出家 比丘比丘你选神通的 但是有一个特例 你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话 你就可以显现神通 而且你的神通里面 没有副作用 因为你的心已经是无我 举个例子 在台湾以前广京老额上 就有很多神通 他真的是有神通的 他火化以后 他的色粒子像珍珠一般 我讲一个故事 给大家参考好了 广京老额上大家知道 水果师 很可惜我这辈子没有见过他 因为我大专时代学佛 开始我看到他的照片 我很欢喜 那他常常就叫人家 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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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法源非常好 事实上 他是有神通的 有证悟的 那我要说的就是说 他本身肯是以成为肉身菩萨 就像台湾的慈航菩萨一样 他是真的可以振慕肉身 但是他有三个寺庙 就是一个是台北 成天禅室南众 高雄有两个道场 其中一个女众叫庙通寺 那他有三个道场 那他在要往生前 一个礼拜他改了遗嘱 火化 为什么呢 他想假如我成立一个肉身菩萨 我肉身只有一个 庙有三个 那大家一定会抢也会争 他生起了悲心 他不希望众生 这个有争斗 所以他就说火化 火化以后 那就产生无量无缘的设例子 而且在台湾历史上 他说当说他要往生之前 很多跪他求的他住世 后来他答应住世三年 传了一坛三坛大戒 我有一个师兄参加他一生里面的 受菩萨戒 那一次菩萨戒是台湾历史上 最多最多人 因为大家知道 往前老和尚 传观菩萨戒他就要走 实际上他是遇知实至 结果他火化出来以后 有很多很多的 就是无彩的设例子 金银珠宝 这样非常的庄严 那设例子当然 寺庙公德主 信徒很多就分走了 对不对 那他有很多很多的弟子 排在外面 所以他火化的时候 天空出现大宝莲花 现在都有照片 纯正 我要讲一个感应 就是说他可以献神族 我听到一个他的弟子 亲口对我说 他一生也是广青老和尚的弟子 每天也念阿弥陀佛 念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 很虔诚 结果呢 因为他地位比较低 比较没有名气 结果他去火化场的时候 设例子都被人家分光了 他很难过 他就跪着 师父啊 师父啊 你大慈大悲啊 我是你的徒弟啊 对不对 你总要留一点 设例子给我吧 对不对 设例子都被那些抢光了 你怎么一刻都没有呢 对不对 没有留给我啊 我虽然是你的笨徒弟 可是我是你的好徒弟啊 他就真的一直拜 对火化场拜 结果一拜呢 拜在地上 他说一番掌 他手上两掌 全部都是设例子啊 哇 珍珠一般 他非常的高兴 然后就拿回家贡 那那个珍珠他我顶礼过 那他一颗呢 还会长两颗 两颗还会长三颗 所以我跟他打商量 以后长多一点 不要忘了留一颗给我 这个就是广经老 这样 霍献神族 知道吗 真正证悟的人 听好 他是无我的 不像你们外面 现在什么 党级啊 或是看三世因果啊 或献神通 哎呀 那些都是小通的啦 而且那些呢 要小心 可是佛教讲的是 菩萨无我 他是用神通度众生的 是有 佛在世的时候 佛规定弟子不可以献神通 但你看阿含经跟大圣经论 佛常常自己都献神通度众生的嘛 佛也献神通 降魔外道啊 所以神通是从哪里来 从你心中戒定会而来的 所以依 依这个经文 我觉得其实广经老和尚 也是西方极乐世界 成愿再来的大菩萨的 他度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请看下面经文 随意修习无不圆满 所以有些 视线讲经说法的法师 有些视线在家 护法的居士 听法的听众 或视线各种神通 广度众生 随你的愿心啊 修习没有一个不圆满的 假如不这样 我就不成佛 好 再看下面 一身不住院 请看 这是我去 云刚石窟 而拍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当来下孙佛 它代表华严经 十地菩萨的 十地法云地 十一地就是佛 但是在有些经论 注意听 有些经论到说 十三地才成佛 那没有关系 那是分开合不同 解释详细不同 大部分来说 从一地出地欢喜地菩萨 一直修 修到七地或八地 叫不动地菩萨 就像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 我前几天讲 千光王静诸如来 他是出地菩萨 听大悲神咒 一念顿超越八地 八地就是不动地菩萨 就是阿皮八治 然后继续再修 九地十地 到十地的时候 就是一身补处 十一地就成佛了 请看弥勒菩萨 非常的庄严 像好庄严 这个石雕 在一座山所雕的 再来看 一身不出院 我拍到的 交角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 这样子 两个角是这样子 代表福慧两尊 福德跟智慧 两个都交叉而圆满 它是叫十地交角的 弥勒菩萨 这在云 云钢石窟里面 我去朝圣的时候 我拍的 接下来再看 这个你们最熟的 新加坡佛亚寺 对不对 非常的庄严 这个就是弥勒菩萨 视线十地菩萨的 庄严相 实际上 真的弥勒菩萨 非常庄严 弥勒菩萨一般人讲 布袋和尚 其实那是他的化身 真正的爆身 就像佛亚寺的 然后他举这样 上品说法印 左手有些 有时候是拿宝瓶 有时候他是拿法轮 都可以 你看他头戴的宝冠 对不对 代表十地菩萨的功德 所以真正的弥勒菩萨 是非常非常的庄严的 前几天我也说过 我自己也供弥勒菩萨的 所以新加坡人 还是很有福报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看 请看经文 四十五页 第一 七行 为什么会有一身补处院呢 跟教化随意院呢 在无量寿经的 愿力红生 第二十九品里面就介绍 请看经文 四十五页 第一 七行 父次阿南 释迦牟尼佛对阿南说 比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刹 所有现在 现在已经往生 或未来会往生的一切菩萨 总有一天都可以修得像 弥勒菩萨一样 叫就尽一身补助 唯处大愿 除了他大愿之外 为了进入生死的六道轮回的十方法界 为了度广度云云的众生 因为有些众生会觉得说 我已经正道了 这个八地不动地菩萨 可以啦 我已经不退转了 那差一点点成佛没关系 我先去度众生 他的悲心比较圆满 他就会坐狮子吼 拿着大甲咒 以大红的广大的红世功德 来广度众生而自庄严 而且他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时候 听好不是一个人来 而是成愿再来 会有廉耻海会佛菩萨 他会有很多人很多人一起成愿再来的 就像古文讲 一佛出世千佛永护 接下来再看 虽生五拙恶世当中 他会视线同 同拿同彼 同视线同极乐世界的功德 直至到他成佛 他永远不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生生世世 他一投胎的时候 他就有宿命通 举一个例子 中国近代虽生老和尚 一出生的时候就有宿命通 妈妈一出生他的时候是一个肉团 知道吗 他的妈妈吓了一跳 哎呀我生了一个妖怪 结果人家说不是不是 那是这 然后把他剖开来 他就虽生老上就是微笑着 虽生老上出生的时候没有哭 是微笑的 那他就知道有宿命通 过去现在未来他都记得 所以这个你的愿力是可以满你的心愿的 接下来再请看经文 第四十五页十一行 无量受佛 想要度脱十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 无量无边世界的众生 都希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殊胜的这个清净佛国土 西令得尼环道 就是得到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做菩萨的呢 就叫他发愿 希望他成佛 既然成了佛以后 就会辗转的道架此行 教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辗辗渡脱 如是辗转了 不可复计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 是很多很多的大菩萨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分每一秒呢 都有很多人是阿弥陀佛 为他授记成佛 那在哪里成佛呢 十方有无量师的虚空 那会看你跟众生哪里有缘 那你就在那里视线成佛的 所以如是辗转 是不可复计 接下来再说 十方世界身闻菩萨诸 众生类里面 往生到比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成佛的人呢 当作佛者是不可申诉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 比佛国众常如一法 不为增多 但有人就会问 大家都往生极乐世界成佛 极乐世界会挤得下吗 很多老菩萨都会很担心 有没有我的位置 答案有 经文里会解释 极乐世界呢 像一个大海水一样 不会增加 也不会减少 请看下面的经文 我待会举评语给你听 请看第 请看四十五页 第十四行 所以者和 由于大海水 是所有水当中的王 所有的水呢 不管肮脏的干净的 都可以流到大海 流到大海里面 就同为同一个大海水 那请问大海水有增加或减少吗 其实是没有的 来 看我做比喻 这边 你们的右手边是大海 现在这边 你的左手边是河流 山上有河流 瀑布啊 干净不干净都流到这边 从你们的左边 流到右边进入大海 大海里面呢 当太阳呢 蒸发的时候 大海就变成水蒸气 水蒸气飘到天空 天空风一吹的时候呢 就往你的左手边飘 然后飘到山上 积了很多很多乌云的时候呢 它就又掉下来 下雨了 下雨到海边 然后变成水 水变成河流 然后就流到大海 对不对 那请问 这样有没有增加 有没有减少啊 答案是没有的 当然以方位 左边跟右边来讲 它有移动 可是以整个虚空来讲 其实它是没有增加的 在无量寿经这里啊 用这个辟语是告诉你说 其实往生极乐世界 非常非常的多啊 其实极乐世界呢 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成佛的时候是不增也不解的 这个有一点深 所以听好 从下一次讲座 part 2 4月16号到22号 我会讲比较多的般若 因为阿弥陀佛48大院 发到现在36院 后面的院呢 它是为大菩萨而发的 有很多是很深 像什么 像一忍 二忍 三忍 无声法忍 那都是菩萨的境界 它很多都是呢 要证悟空性以后 你才会理解 所以下一次讲座 会稍微深一点 没关系 现在大部分都讲事项 故事多 我也讲道理 可是下一次呢 我就会讲 比方说 古来祖师又有一句话 注意听 我先做预告 生者决定生 去者拾不去 听起来到底有去还是没去啊 好 下次我会跟你讲 对不对 生一定往生极了世界 去呢 无来也无去啊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脸友 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现在就回答 师父 金刚经讲 一切法如梦幻报应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插进来 我已经排了数字了 一切法如梦幻报应 请问净土法门也是梦幻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应该怎么修梦幻 深呼吸一下 各位 没有呼吸 再来一次 深呼吸一下 吐一下气 答案告诉你 极内世界也是如梦如幻 可是这个不可以对初学人说 为什么 极内世界如幻的话 他说 我到底有没有去啊 答案极内世界也是如梦如幻 所以我教你观阿弥陀佛是透明是彩虹 就是跟空性相应 所以这个脸友问得很好 所以极内净土跟空性的相应呢 我会在下一次part 2讲 因为他在阿弥陀佛发愿以后呢 37愿以后 很多都是跟为大菩萨而发的 所以他是跟空性相应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极内世界事实上是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的 所以极内净土事实上跟你说 理解的金刚经跟般若波罗蜜 是没有冲突的 知道吗 但是呢 他要很深的功夫 才会体会到 唯心净土跟自信弥陀 假如你现在嘴巴就讲 唯心净土跟自信弥陀啊 你正不了那境界 为什么 各位请看一下你的地板 是木头还是七宝池啊 假如你看到的木头 那就没错了 假如你真的正悟到空性的时候 注意听 你不会坐在地板上 你会坐在虚空当中听经的 假如你坐在虚空听经的话 那我会赶快下座给你顶礼的 因为你起码出地欢喜地菩萨 他就会腾在虚空当中 知道吗 所以 讲自信弥陀唯心净土是对 可是你要问你自己 我证悟到这个境界了吗 否则你光讲啊 没有什么利益的 再看下面经文 八方上下佛国无数 阿弥陀佛长久广大 明好快乐 最为独胜 为什么呢 因为本期阿弥陀佛 为法藏比丘做菩萨时 因为他发广大的愿力 经过无量无边的节 所积功累得而成就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他光规划西方极乐世界 就花了九节的时间这么长 他无量节深深事事修复修会 他的功德力也就是更大的 接下来他就做这个总结 无量受佛 恩德不失八方上下 无穷无极 深大无量不可生严 好 请看下面 我用大海做比喻 你看 这个海浪很大吧 虽然不太清楚没关系 我是从网路当罗 海带比喻我们的心 当我们烦恼来的时候 你看海浪可以波涛汹涌 东南亚海啸 你看这么大的灾难 可以毁掉所有的众生的 所以可见说 我们的心也是这样 假如我们不调伏自己的贪嗔痴 Anger can destroy everything 真心可以毁掉所有的一切的 但是你若慢慢调伏 训练止观 也诵经 也念佛 你看 你的海浪呢 就会像平静的沙滩 海浪就很小 对不对 大家放假的时候都很喜欢到 East Cold Park 对不对 去看看海边走走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你感觉海很美 那是因为海浪很小 假如海浪很大的话 我想你也不敢在海边玩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心就像屁于大海一样 再看下面 无波的大海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呢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呢 就像波浪一样 所以修止观是很重要的 调伏你的心 对不对 你看夕阳西下的时候呢 金光闪闪的 太阳闪在这个 夕阳闪在这个海浪上呢 就会金光闪闪 余波荡漾 你就感觉很美 所以可见我们的心 可以显现很欢喜 也可以显现很痛苦 也可以显现很称恨 也可以显现所有众生 看到你都欢喜 可是有波浪呢 常常是一般人都有这种状况 真正要进入呢 要看这里 观修百川会归于大海 你所有的境界啊 都能够包容到你的心当中 不管水是大的 是小的 是干净的 是不干净的 你都应该包容它 这个才叫弥陀佛大愿亡 所以这里请大家写四个字 我们念佛要 心愿行解都同佛 你写下来 自己写 心你的存心 愿你的发愿 行是你的行为 解是你的见解 要同佛 我再讲一遍 心愿行解 你的存心 你的发愿 你的行为 你的见解 都要向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 跟无量寿经去做 这样子的话 你念一身佛号 都能往生极乐净土的 但是问题现在我们呢 嘴巴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 老婆婆都是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是心啊 你不知道我念佛 你不知道我送金啊 你诵经跟念佛 有什么多伟大 对不对 你好不容易念佛 得到公心 你那一念称心起啊 鬼看到你都会怕的 何况人呢 所以念佛是要转换你的心 转换你的存心 像阿弥陀佛 慈悲 清静 平等心 愿 要像阿弥陀佛 四十八大愿 这么广大 你的行为见解 像无量寿之经的经文 去实践 这个才叫 幻灯片看 百川 会归于大海 这样子的话 你才可以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这样你才能够呢 看作为 弥陀佛的 真正的好弟子啊 再看最后 当让你 修到一心不乱的时候 或信念不乱 请看幻灯片 就是 宁静无波的大海 你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梦中也会遇到阿弥陀佛 那恭喜你 你就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 所以你问人家说 我能不能往生极乐净土 那就要看你 念佛的功夫 能不能转换你的念头 所以能不能往生 其实不用问人 你问你自己就知道 你靠过这样子的比喻 对不对 波涛汹涌的大海 变成呢 波浪小一点 最后小一点 最后宁静无波的大海 所以可见 大家真的要 精进精进再精进 好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经文就讲到这里 因为有太多的问题 要我回答了 好 我现在回答问题 那因为问题很多 我简单归纳几类 第一个是一般的问题 很多连友都对佛教 有很多一般的问题 第二个是修行的问题 跟净土的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一些教理的问题 我也会回答 所以第四类是其他 那我就尽量按照我的时间 我能答多少都算多少 没有答到请你也不要难过 不要深深恨心 说 师父 我送给你 你都不回答 不会 我都很重视你的问题 我有些会在后来讲经 还会继续讲 第一 师父 请问某一位连友刚往生 请问 属于他的海青或念珠 应该如何收藏 或一起放在棺木中 帮他火化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第一个 念珠可以留下来 送给你的家人 念珠是很好 代表无尽灯 但是有些人会很执着 哎呦 他念过的了 对不对 西人念过 他念阿弥陀佛耶 那当然留下来有什么不好呢 在西藏如果是上师的念珠 他说是抢着要的 对不对 所以念珠我觉得可以留下来 至于你的皈依症 还有受戒症 还有海青 或是戒医的话 有些高僧大的也会留下来 不过呢 你要一起火化也可以 你自己决定 有些皈依症 可以一起火化 因为你皈依症留下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用意 那你已经往生了吗 那希望你的皈依症 一起莲花化身吧 第二师傅 如果家人生病 可以请法师 把他的名字放在佛堂佛座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 很多人都喜欢问这个问题 佛堂的话 应该是拜佛 假如你的名字是超度排位 或是消灾排位 应该贴在旁边 那是回向用的 不太好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佛旁这样子挂着 除非它是呢 你有个木牌 然后呢超度或是消灾 大排位小排位都一样的 往生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的 不要再争了 不要再问我师傅 大排位是不是比较贵 小排位比较浅 大排位我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小排位呢我就跳不上去 那问题是你的名字 为什么要放在佛堂面前呢 因为佛堂是被人家顶礼的 所以老实说 不要放在佛堂面前 假如你的名字 放在佛堂面前 人家顶礼的话 这个人会生病病更严重 而且会减瘦 这是我跟你讲真话 假如你要超度的话 可以贴在旁边 墙壁的左右两边 那一样它会撒进超度嘛 第二个 师傅感恩你对我 哥哥临终前的帮助 他减少了很多痛苦 一个星期前他已经往生 昨天是他的头七 I'm sorry to hear that 不过呢 师傅还是会继续帮你的 哥哥回向的 不过各位不要太多 给我给我回向的名单啊 只有在特别苦难的众生 癌症或是特别的 我会帮他回向 你也可以自己回向嘛 对不对 有很多人还说 听说星红法师的回向功德力特别大 Email 一排啊 我念得好晚耶 其实在你的心 西方极乐世界对所有众生 起心动念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我教你一个方法 最简单 我知道 对不起啊 希望不要不高兴 我知道寺庙里还念书文 跪在那边念半个小时 念一个小时 没有念到还跟他说 师傅complain 当然你漏掉一个名字 不要这样 不要那么执着 学了佛还这么执着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的哥哥姓林 那你就回向林某某 林是历代祖先 累劫冤亲在祖 就全部都包含了啊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有缘跟没缘 你做意跟不做意的 你都可以回向啊 回向是在你的心量 了解吗 所以不要再丢 回向名单给我了 Please 师傅 我的妈妈不是佛教徒 平常也没有念佛 但是我妈妈失眠 而且在半夜中 突然醒来就 念阿弥陀佛 念不到时生 她就入睡了 当我 当我知道 有朋友失眠的时候 我也会教她念阿弥陀佛 因为很有效 请问 我妈妈是否也有机会 往生极乐世界呢 先回答后半部 妈妈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你决定的 也不是我决定的 是要她的信愿型的资粮 深深世事修 修到今生成就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她 那若没有往生的话 她起码不会做三恶道 来生她会继续闻佛法 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 那你这边就会说 晚上睡不着 那我念佛就会睡着了 很好 念佛比你吃安眠药还有效 的确 那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也跟睡觉有关的 我也顺便一起回答 师父 请问在睡眠当中 我实在无法入睡 请问我是不是可以念准提神咒呢 答案可以 不过我要给各位建议 睡不着有很多原因 第一你太累了 第二你可能生病 第三是你满脑子都在想很多 奔得很紧 这样子 明天工作啦 儿子啊 女儿啊 到场啊 法会啊 公积金啊 政府组屋啊 贷款啊 不要想那么多嘛 心静下来 可以像我教你的方法 这样静坐 哦 阿弥陀佛打电话来了 请检查一下吧 不过我确定应该不是 好 请关一下手机 好 注意听 所以我要意思说 静坐 平常若睡不着 你可以像师父教你一样 静坐 你要念佛可以 注意听 但不要用力 所谓一用力的话 它气会往上 然后你头会胀胀的 那你更睡不着 因为你心绷得太紧了 你就静静地念 就像听音乐一样 那各位 这位脸友问 可不可以念准题神咒 可以 但不要太用力 不要太用力的意思就是说 你心绷得太紧了 你睡不着就是因为绷太紧 那现在念佛跟念咒的时候 放松一点 会比较好 那有人说 师父这个真的很有效 我本来睡不着 有失眠的 念十几三次 佛号就睡着了 那很好 表示阿弥陀佛 比佛光明无量 护念你很有用 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建议各位 从养生的角度来讲 注意听 尤其很多老菩萨 睡不着表示 你的气都在上半身 新加坡可能比较热 你们不用这个方法 我们在台湾会准备水桶 放热水 水烫一点 当然不要烫伤 但是烫到两个脚放下去 然后你坐在浴室里 你也可以念佛 然后这样子呢 它会出一点汗 把汗擦干 然后你换一件衣服 因为气往下降了 那你就会容易睡着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知道吗 所以睡不着的原因有很多 不过呢 你不要心绷得太紧 师父请问 前几天你曾经开始 在西方极乐世界里 有小鸟为心量 比较小的人说法 啾啾啾啾 阿弥陀佛变化 小鸟 对不对 白鹤鹦鹉孔雀 嘉林平且共命之鸟 当时我觉得很像我自己 因为自己呢 弟子对不对相同的问题 常常不敢亲近老法师 或是老师 请问如何把心量扩大呢 两个方法 拜阿弥陀佛48大愿 一拜 求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 第二 好好用功念佛 一天至少给我念 五千声以上佛号 你的心量就慢慢会 加大了 第三个问题 比较长 我念快一点 前几年弟子参加一个心理课程 觉得这个课程很好很受用 而且可以把佛法运用在生活当中 曾经说过这个课程比佛法好 希望你把这个东西传播出去 让很多人有机会接触佛法 尤其是这个课程 尤其是现在生活周边的家人 亲朋好友 都觉得很痛苦 我觉得很难 因为心里常常起了不满意 或抱怨的念头 师父 请问恶念生起 我应该怎么对治它 如何忏悔 恶念生起 前几天我说过 用念头对治的方法 不过我要回答这个无拘式的意思是 很好 我以前也学心理学 心理学跟佛法有很多相通的 甚至你学了心理学以后 有很多地方是跟为事中是相通的 假如你要把佛法跟心理学相互结合 而利益中正的话 非常好 赞叹你 这个是值得努力的地方 好 再看下面一个问题 有一个连友问到这个幻灯片 请看幻灯片 他说师父 你在讲三种 正定句 邪定句 跟不定句的时候 最后一个萤幕说 不定句 因为本身个性摇摆不定 遇到善缘则变好 恶缘怎么会变好呢 对不起 那时候我打错字 应该是恶缘变坏 对 我的坏是在后面 那个 莲花的中 那个太阳 就是向日葵的中间 所以字不太清楚 那好字我已经删掉 谢谢你的提醒 第二个问题 据说阿弥陀佛原来有十二院 请师父开示 答案不是 阿弥陀佛以版本学 各位去翻开的话 你可以知道 阿弥陀佛不同的版本 只有二十四院跟四十八院 所以阿弥陀佛并没有十二院 十二院或许你记错了 为什么呢 观音才是发十二大院 好请各位翻讲 第十八页 第二十行 请翻快点 十八页 第二十行 七 会几本 因为弥陀的大院 各个版本 多寡不同 汉跟吴两亿 就是二十四院 并清楚标示数目 魏跟唐 两亿为四十八院 没有标数目 但愿文井然 宋义则叫是三十六院 所以夏连居老居士 因为这样出入很多 才做五种汉义的对照表 所以答案回答你的问题 只有二十四院 三十六院跟四十八院 没有十二院 下面一个问题 若往生的人身上有道白光 很快速的离去 这是往生的迹象吗 答案不是 不一定 因为天人也有白光 你要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往生极乐世界 要依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以及经文去做对照 比方说 灵命中的时候 上品上身的人 一定会看到西方三圣 而且他定中就见佛 他就告诉你 我过几天 我就会往生 如果功夫好的话 往生前一年就知道 比方说台中 李秉兰老居士 他就是往生前 一年前就预知实至 那是功夫非常好的 一定是上辈往生的人 第二个 功夫比较差的呢 是灵命中的时候 前一两天梦到 观音菩萨或阿弥陀佛 记不记得我前几天讲 我同学的故事 黄云娥 他灵命中的时候 就梦到观音菩萨 为他说法 那是中等的 下等更新的是什么呢 是呢 他见到了西方三圣 可是呢 他业力很重 他讲不出来 他就说 意思是说佛来了 那样子呢 他也是往生 那再下一等的是 闻到天月明空 异香满世 天上有很多很多的音乐 是极乐世界演奏的音乐 你从来都没有听过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 跟经文里有这样写 异香满世 你就是闻到呢 从来人间都没有闻过的香味 而且是很久很久 那这两个也是判断往生的标准 那你说现在身上有白光 基督教也有白光 天主教也有白光 天人也有白光 所以你说这样一定往生吗 不一定 好 接下来 师父 师父请问 学佛念经的人 有时候会遇到众生求救 在睡梦中把我拉了起来 而且还打破音声 大吵特吵 然后呢 甚至有一天晚上 十一点半现场 还有声音在耳边里面 咪哩嘎啦叫 回头的时候就没有人 这个是什么样 我想这个是 幽民界众生干扰你吧 这是真的 不过我觉得你不要执着 跟你有缘的众生会来找你 一定是跟你有缘 所以第一个 先要不要恐怖 第二个不要不安 第三 你应该先生起大悲心 假如你可以看到他 或可以跟他沟通的话 你可以问 How can I help you 对 你不用怕 鬼也有佛性 他在你面前就像讲话一样 不一定动嘴巴 有时候心电感应 你就问他 How can I help you 我怎么样能够帮助你 我知道你很痛苦 你生起慈悲心的时候 听好 你身上会有慈悲三昧的光芒 所以他也不会害你 但是你跟他沟通 他有时候会跟你讲 我很苦 你帮我送一百遍的 弥陀金可不可以 我很苦 或是有些他很执着的 恶到幽民界众生鬼 说现在 世纪拜拜 我地狱也缺钱 请烧银子给我 那你就满他的愿可以烧 所以你应该用欢喜心去跟他沟通 那你心中就念佛 我年六子大名咒 那他就会得到利益 一遍 一遍 三遍